北京譴責英國改變BNO政策 一切後果由英方承擔 為什麼中共的反應會變得這麼大呢 這裡已經因為英方批評北京 定立港版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說過的 如果出港版國安法 計劃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持有人提供成為英國公民的新途徑 准許持有BNO的港人可以在英國工作升學五年之後申請定居 一年後再申請成為英國公民5加1 再看北京的反應 北京就說趙立堅之前說中國是自由的 但現在口徑就不同了 現在口徑就說趙立堅批評英方無視中方嚴正立場 執意改變政策為有關的人員在英國居留和入籍提供一個路徑 嚴重違背自身承諾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中方表示強烈譴責並保留作出進一步的反應和權利 由此造成一切後果由英方承擔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準 但沒有說過中英聯合聲明 首先說回這裏 BNO這個計劃 英國做這個計劃不是難民政策 現在這個計劃是BNO BNO是英國護照的一種 BNO說到你住在海外的英國人 你就拿著本BNO 你如果拿著本BNO去旅行 萬一出了事 你都是找英國領事館的 不會找中國領事館的 記住BNO其實都已經是英國人 不過你住在海外的意思 現在說回來 你現在是說到明 提供一個叫成為英國公民的新路徑 即是說你五年在裏面工作也好 工作也好 工作也好 就成為英國公民 即是等於這個 就不是所謂坊間講的難民的 即不是難民 如果難民就不是這樣 如果難民你入到去 難民可能就會 即是說你入到去 例如你去英國做難民 很多一定要人道的支援 人道支援包 肯定要給你住 給你基本的生活 這些是難民的 現在看回這個途徑 就說你把這個叫做 英國現在的計劃就是 把你叫做英國的海外的英國人 變成在本土的英國人 對嗎 你看回一件事 中共為何反應這麼大呢 之前和之前的說法不一樣呢 你看到其實香港 香港是現在講到明 可以有三百萬 三百萬的BNO的人 即是合資格的人士 這三百萬是加起來 譬如你拿著BNO 你的小孩 即是你的子女 都可以擁有BNO的身份 你看回 其實如果你計證 如果你在1997年 之前申請BNO 計到現在23年 其實根據自然離開 甚至有些人可能 拿了其他外國護照 沒有三百萬人這麼多 這三百萬人 這三百萬人計上你那些 直屬家 即是你那些小朋友 才有三百萬 假設 如果三百萬人 三百萬 記住 如果走 或者不走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如果走 其實走 就肯定 等於你搬 你搬屋 你是不是將 譬如你一間 由這間屋 搬去 譬如當你在九龍灣 搬去香港 你會將九龍灣這些屋裡面 你值錢的東西搬走去深屋 現在問題上 如果你三百萬人 真的要走 假設三百萬人真的要走 你會將香港的資產變賣 香港的存款 提款 由港元轉為英鎊 如果是英鎊 生活 那出現什麼後果呢 看回一件事 你變賣資產 等於你賣樓 賣車 那些樓 如果你想盡快走 一定是 用最快的速度賣掉 即是劈價 劈價 劈價肯定對樓市 會造成衝擊的 影響的 因為每個人都走 恐慌 恐慌 第二問題 如果三百萬人 現在講到香港人的存款 存款 在香港有十二萬億 如果三百萬人來講 香港七百萬人來講 如果你能走的 應該大多數是中產 我當你十二萬億 七除八扣 當你七成 都有八萬億 八萬億港元走 八萬億港元 等於你現在銀行裡面 拿走八萬億 去掉到英國 銀行是做什麼呢 銀行是做生意的 不會做無盤生意的 你把錢放入銀行 然後銀行把錢借給公司 然後來搭你 給你一些息 但問題上 銀行哪有這麼多資金 突然間被你這樣調走呢 這件事可以做到 金融很大壓力的 所以為什麼中共這麼怕 甚至這些在香港的存款 大部分 都是放在深圳海爾北上面 一些公司借了的 如果你真的要拿的 這些銀行就要問公司拿 會造成骨牌效應 你都知道經濟狀況是多麼嚴重 因為現在你看深圳海爾北的經濟環境 是極之不穩定的 甚至現在水災呀 又說接下來的星期一 那個洪災在四川那裏 那些水都會很多 會對那個大敗呢 會有極度的影響 問題講回這裏 300萬 如果走的 所以這個情況 一定帶走些錢 帶走些人 甚至走得的這班人 走得的肯定是最有生產力的那班 走的 如果不走了 如果不走了 就有 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已經講到明 都不會走的 我拿著BNO去旅行的 如果不走 即是說有300萬 海外的英國人在香港 那你看回情況是變成怎樣 300萬海外的英國人在香港 即是等於300萬英國人在香港 對嗎 對嗎 所以你中共擔心 總之這個BNO政策 你走的情況 就像之前說過的情況 你不走也都留著300萬的英國人在香港 這裏300萬 沒有那麼多人走的 可以肯定哪些人會走呢 第一件事 肯定現在對這個 特別是有小朋友那些 有小朋友 即是那些年輕夫婦 即很多人移民 第一個關注就是小朋友的教育環境 很多人移民去英聯邦國家 譬如加拿大、澳洲、英國、美國 那些都是想 他的小朋友下一代 即下一代有一個好的教育環境 甚至第二件事 哪些走呢? 藍絲 藍絲應該說 那些所謂愛國愛黨的商人會走 因為那些錢 現在你看回這個叫做 惡法來到香港 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那些條文是怎樣的 現在你看回這個 這個真是警方 恐慌的方 亂捉人 對嗎? 他沒有準則沒有成 現在就搞到一滑泡 現在你看回一件事 哪些人是最擔心的 就是肯定是有技術 有錢的人 最擔心的 那些走的 因為有錢的人很多 你媽媽 有錢的人 他都是所謂愛國愛黨的人 是嗎? 老實說 他們肯定不用說了 用腳投票的 對嗎? 即是說 即是說表類不一 用口說有什麼問題呢? 不用成本的 但是實際 他的行動可以揭露一切 對嗎? 甚至你看回很多裡面 香港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裡面都很多 拿著外國護照 為什麼? 他就拿著外國護照 買一個保險 隨時拍屁股就走 所以你看回現在 英國做出這個行動 真的對 你想一下 一個地方真的有三百萬人 對這個地方不信任 用腳投票的 全世界來說 對那個政治衝擊 對那個經濟衝擊一定很大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 個人意見